狂风暴雨的广东连动物园都受灾 当地民众拍下 有老虎慌张的趴在墙上 似乎想爬墙逃难 还有鸭子黑天鹅等顺着积水在园区内游着 似乎只有高大的长颈路最安全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动物园内能转移的动物 比如老虎等全都转移了 黑天鹅等本来就在水里的就没转移 广东佛山这座动物园 正关闭园区抽水中 南方有动物被淹 北方却有动物挨饿 一张白纸控诉 东北辽宁这家动物园欠薪半年 动物们也断粮都快被饿死了 这个喂动物啊 这个伴长的鱼只是电腹 电腹现在电腹一万多 报销可能给报 营救本边 这个动物就是 吃一切靠粮些 消息传开后 有热心民众提着食物来喂食 聪明的猴子更仿佛看到救星 将手伸出栅栏 拿蔬菜填饱肚子 然后就是看网上说的嘛 然后今天 白天没事了嘛 就滴入点吃的 拧点吃的过来看看他们 但我感觉好像就是 现在的问题就是比较缺水 陆媒联系主管机关 官员声称有掌握资讯 原方可以跟政府申请救济金 打环境不好 动物们也跟着遭殃 TVBS熊联罗室全英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